第4位 我是屏屏凱 我才是屏屏 你是殺手 幹掉 這屏屏凱 現在在講話的人都有可能 我進入第三關了 你殺手 我真的不是殺手 不是你們挫殺人的快 歡迎收看天黑 請閉眼 今天要進行的 是一場頂尖對決 在日本的武侠界裡面 最有名的一部小說對決 就是公本武藏 跟卓卓木小次郎 在講那一部對決裡面 兩個人站著泥室了很久 都沒有人出刀 因為他們知道 誰先出刀就會有破綻 誰就會輸 我們節目錄影到現在這麼久 從來沒有一集錄影以前 剛剛特別的安靜耶 在場的八個人 都是在很多集裡面 最頂尖的人 然後坐在這裡 所以沒有一個人願意先說話 因為覺得一說話 就會讓人看出他的內在 問題是 各位待會兒錄影 不要這麼安靜好不好 這樣我們怎麼錄呢 現在很緊張耶 現在說的每一句話 都是現實 所以不要獲勝嗎 等一下就只有 我們兩個人會說話 對 他們都不會講話 每個人的眼神都好殺喔 對啊 因為他們都是 在每一集裡面呢 都是非常的精準的 能夠算出別人 是什麼樣的身分 或是他們自己 能夠掩飾自己 掩飾得非常好 最後能夠獲勝的人 OK 那到底是哪一些人呢 一位 您介紹 今天這場頂尖對決 集合了節目開播以來 最厲害的武林高手 有愛麗克斯 蔣偉文 張兆志 陳自強 王思佳 柳妍 佩佩 和張曉辭 這場世紀爭霸戰的來賓們 都是何會操控 殺人遊戲的菁英 他們的城府極深 你想要生存 就要各憑本事 到底誰能夠容登 殺人遊戲的霸主呢 這裡面妳們對這個遊戲 最熟的應該算是柳妍 因為柳妍是內地來的朋友 這個遊戲在內地裡面 是多火紅啊 內地是真的有很多高手 但是對於一個 可能玩這個遊戲 不超過五次的人來講 我今天能坐在這裡 就全憑運氣 我真的要講一下 因為我跟柳妍有同一集過 她好嚇到 為什麼 因為她曾經有 她是殺手 然後她被指認 然後她竟然沒有指認回去 然後她還說 我不投你 而且那個人其實就是警察 他竟然放過那個警察 只為了取得大家的信任 真的喔 沒有 因為你抬上殺手的時候 你就一直指 等一下... 已經抽牌了嗎 對啊 因為那一集我們兩個是殺手 他們兩個人是有江湖恩怨的 因為他們兩個那一集一起來 結果最後是他們兩個人 最後留下來參加我們的翻牌遊戲 然後私家讓留言說 你比他聰明 你去好了 結果柳妍去 什麼都沒翻出來 獎金一毛都沒有 私家站在旁邊火大了 就說 全部翻回去 我來 結果私家十六個牌全部翻出來 如果他去翻是五十二萬獎金 他真的有恩怨耶 對啊 但是所以我今天 我真的來還債的 要是我是殺手絕對不是 我在這裡放話 我絕對不殺私家 如果私家是殺手 你殺我無怨無悔 真的 我天強烤了 我上次也是用這招對付別人 我請問一下 柳妍剛講的那一段話 你相信的 請舉手 沒有 誰會相信啊 我對不起 你死定了 假裝是殺手 你平衡晚上他就已經攻擊了 相信我一定的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我一死 大家就有線索可以看了 是不是這樣子 透過這個遊戲 有時候真的都不知道 然後有很多在我們節目的來賓 還有私下打勾勾的 相信我 我一定不是殺手 結果後來他就是被我殺掉了 對 這種事都發生過 所以你講這個 真的嗎 怎麼會有人相信呢 真的是因為獎金的誘惑嗎 我是殺我不會殺你 對 沒有 他另一個就是殺你 我會殺你 他因為都是這樣 我相信 對 OK 你從以前就被他騙到現在 到現在我都已經完全是 我是相信跟不相信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他就跟你感覺 OK 同樣 各位都是最頂尖的高手 來到這個地方 這一桌就是生死桌 高手之中能夠幸存勝出的 才是真正的高手 會是誰呢 每場殺人遊戲 將有八位來賓參與 以抽牌決定三種不同的角色 代表邪惡方的殺手 以及代表正義方的警察和平民 遊戲分回合制 每回合分為黑夜及白天 黑夜來臨時 殺手將會殺害一位玩家 警察則可指認一位玩家 並預先知道該玩家的身分 白天來臨時 所有生存玩家在討論過後 可用投票殺死一位 嫌疑最大的玩家 當殺手全滅 則正義方獲勝 反之當警察全滅 則邪惡方獲勝 究竟今天的正邪之戰 結果將會如何呢 決定命運的一刻 來賓們抽牌後 一一確認身分 而殺手是柳妍和佩佩 警察則是陳志強和江衛文 平民是張兆志 張曉慈 王思佳以及艾利克斯 究竟天生就是殺手命的佩佩 這一次又會做出什麼驚人之舉呢 而陳志強能夠開天眼通 分析案情給其他平民作為參考 然後逮捕殺手嗎 精采絕倫的遊戲正式開始 天黑請閉眼 這一場真恐怖 殺手現身請睜眼 誰 殺手請殺人 殺手請確認 誰說女生不會殺女生 第一個殺他就是小慈 因為我曾經看過他玩天黑 他是留到最後的 而且他演技很厲害 再加上佩佩也是指定要殺他 所以就剛好了 我一開始會想要殺小慈 是因為我覺得現場有太多高手 那小慈看起來比較低調一點點 我覺得一開始又殺太高調的人 好像就就是會有點太明顯 所以我覺得要讓這些厲害的人 他們互相干擾 然後互相罵來罵去 然後最後我可能就是漁翁得利的人 所以我會先殺小慈 殺手請閉眼 警察現身請睜眼 警察請指認 警察請閉眼 天亮請睜眼 天亮請睜眼 最恐怖的事 就是在黑暗無聲無息當中 進行的事情 對 人有那種黑暗恐懼症 太黑人都會怕 他會更黑啊 真的嗎 他還在黑 我們還是黑 戴墨鏡啊 好 第一位 在黑夜當中 有一個人被殺了 誰 小慈 你被殺了 他 小慈 你被殺了 他 不是 他周到晚都還沒說話 他周到晚沒有盡頭耶 他有來嗎 怎麼 先對滴滴說個話 你有什麼話要說 你覺得你很無辜 你覺得誰殺了你 誰這麼過分 你知道其實就是 那個殺手除了睜開眼睛之外 在比的時候會有一些動作 然後 我覺得我左右兩邊我各有感覺到 你太淺了 我跟你講 你真的太淺了 你有感覺到 你可以直接講 你覺得誰是殺手 George 來 帶走 兩位殺手柳妍和佩佩 昨天晚上殺死了平民張小慈 而警察陳自強和江偉文 也在昨天指認出佩佩的身分 陳自強實在太厲害了 不愧是本節目的先知 第一個晚上 就已經找出殺手了 這一輪每個人要表達你的意見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投票票出最高的人 要送進刑求室 刑求完以後 還要再經過一次確認 他是不是殺手 所以你覺得是誰 我覺得只有旁邊之位 George 對 因為我真的有發現你在動 你幹什麼 沒事 只是在幹什麼 真的是您呢 不是我 怎麼我 我怎麼殺手呢 因為我有感覺到 他稍微有在動 就是在大家閉眼的時候 誰沒在動啊 就是主持人 一定要我指認一個 那我就說你啊 他說是你 那你覺得是誰呢 還有等一下 就想 你要不要把眼鏡先拿掉 因為有些人會這樣看 看不到你的眼睛 覺得你心虛 對啊 他就是孤動懸虛 拿掉眼鏡 你的眼鏡 我這麼容易看 我眼鏡還要拿掉 沒問題 還是在哪 我覺得這個殺手 第一個先把女生殺掉 應該會是個女的 因為以我們一般的邏輯來講 男生不會先殺女孩子 男生一定就先把男生幹掉 對 然後女孩子一定就是沒有這個 你知道嗎 最毒婦人心 我覺得這是你在遮掩 你自己講的話 我覺得沒關係 等到你知道我這樣排 等到你知道我這樣排 是什麼內容的時候 你再跟我好好道歉 他講這句話說 你誠懇 你應該不是殺手 好 陳志強都說囉 你會幹嘛互相打 你會幹嘛 你會幹嘛 真的 真的 陳志強他這麼會認人的 好 John 那你覺得誰是 我覺得應該是 女生的其中之一 而在我右邊這一位 非常有可能 好 柳妍 志強 我覺得是 為什麼 其實這個階段 我還沒有辦法推測出 太多的一些線索 但是他剛剛講那句話說 他如果是殺手的話 他第一個會殺小池 那小池也真的被殺了 我覺得他有可能在 故弄懸虛 因為他剛才講說 他看過那一集 覺得他太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是柳妍 好 這是柳妍 來 我有 事實上 我從來沒有進行過 這一段游戲 對 你是進去了 對我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他怎麼發來的啊 如果我是殺手的話 我一定會先殺男的 那就對啦 以你 就女的 你說女的會殺男的 為什麼 這跟George的講法 為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要殺男的 我們是女生 我們一定會先殺男生 因為這幾個男生都很強 所以如果我們是殺手的話 我們都會先殺男生 留下女生自己慢慢鬥 男生其實是多餘的 我們一定會先把男生 全部都先做掉 可是妳旁邊的說是工具耶 而且沒有 這種工具其實算了 我們都怕 有獎金耶 而且其實我說真的 如果 如果呢 殺手想要殺人的話 你要先看 你要先留下來對你有利的 當然 所以我覺得小思 他是被犧牲的 可是有一個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認為 是George 因為他話講得多嗎 我認為啊 他普通話就很普通話 他不是 他絕對不是 應該是說有可能 我有問你嗎 天口直斷出來了 他好慘喔 他好慘喔 因為他在找線索 他在等你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每次的人說是George 他在旁邊說不是 對... 他一直在挺著他 那也有可能他們兩個人 是一夥的啊 對 我也覺得他們兩個搞不好 是一夥的 也有可能啊 因為我跟劉... 劉妍 不熟 完全不熟 沒辦法判斷 然後我覺得他的眼神 就是那種很冷靜 所以我覺得他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你覺得劉妍有可能 好 劉妍是比較有可能的 劉妍跟... 他一直... 他一直怪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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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本來沒有想他的 可是他一直 又在保護George 就是他的那個 然後這句話又多 然後他愛演 我覺得他搞不好 他不是殺手就是警察 所以沒關係 我們現在不殺他 殺手等會兒今天晚上 也會把他殺掉 OK 所以沒關係 OK 我覺得我太高估他們了 他們想的邏輯跟我完全不一樣 我是用高手的等級 在對待他們 結果他們這樣講我 真的嗎 好 那你就慢慢坐下來 靜靜享受等一下一個黑眼 會不會真的像阿里克斯講的 那剛才提供給大家的線索 當作參考 接下來要投票 票出最高的人 要被送進行求室 快來吧 你覺得 柳妍是殺手的 請舉手 George一票 你要用我去行求耶 我是女生耶 沒有嗎 女生去行求的很多耶 真的 幾乎都是女生 對 一票喔 你覺得George 是殺手的 請舉手 兩票 剛剛一直在跑不到 他是殺手 白癡 我想看你去行求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剛剛那個都是線索 但我真的覺得他有可能是殺手 真的嗎 你覺得志強 是殺手的 請舉手 阿里克斯有提過 不要 你在報仇 你很危險 不是 因為 因為本來我一直想投他 但是你一直在Cover他 然後你一直在說話 我就覺得是你 好 志強一票 可能我對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我 你覺得 好不容易 能夠坐在這個位置 熬過第一個被殺 然後還留到現在的蔣偉文 是殺手的 請舉手 我的天啊 你讓我玩下空會死啊 好 來 請放下 而且這兩票裡面還有一個 是跟他一起出道的 他一個是 對 他還沒投喔 不是覺得我沒投嗎 只有一個票 一票了嘛 對不對 你投佩佩 好 剛才兩票的 一個是George 一個是George 各兩票 結果我們 你們各二十票 準備請求 好 告訴大家 你為什麼不是殺手 你有多冤枉 George 我也是殺手 一開始那個拿牌的表情 我就已經非常清楚告訴大家 我就是一個 如果我說謊的話 待會兒我的通告費 拿出來大家去 你拿槍啊 如果過來旁邊 你幹什麼東西你 因為這個好痛喔 我有幫他 如果說待會兒 我要是殺手的話 那 我騙了各位 下通告 我請大家吃麻辣火鍋 你根本就想把妹吧 不...女生不來沒關係啊 男生小兄弟去混一混OK的 OK 好 加油 我相信大家一定是 極度懷疑我是殺手 因為如果我不是殺手 我應該早就被殺死了 所以大家想說 我可以活過第一關 或者我自己就是殺手 也許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真的好可憐 因為現在 你真的不要再演 我還滿期待被行球的 因為我沒有玩過那一關 他真的感覺都體驗一下 對... 既然活到這裡 我都體驗一下 這裡不是四九九吃到飽 不用撈本好不好 既然有人這樣講 我就直接講 你認為 你認為 我以為是殺手 他送去行球的 請舉手 不要... 不要... 不要...他有那種樂氣 讓我去... 用這種人要去 你不要亂去 這個我應該演一下 我不要... 不要... 好好玩喔 我不要... 我只願忘了 我從沒演過這一關 然後... 我不要... 我不要進去 我不要... 不要胖乖起來 經由來賓投票成為最高票者 即將進入行刑室 接受最嚴厲的拷問 當身體的痛楚 瀕臨崩潰之際 受刑者將會透露哪些線索呢 這跟真的一樣 你很開心耶 你滿意的 好快耶 好酷喔 這個 好厭喔 好煩喔 怎麼會有這樣的 怎麼會有那麼死的白信啊 聞翻了 幹什麼啊 放更重一點好不好 坐 這...對不起喔 你好...想要有問題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我幫你殺一點 握什麼手啊 你是給我坐的嗎 是 請坐 特別給我坐的位子啊 快點啦 好酷喔 好酷喔 我居然第一次聽到 有人自己想要被刑囚 這種要求我一輩子都沒有聽過 幹嘛 手放這裡面是不是 拉 怎麼好酷喔 是不是殺手 不是 我不是殺手 要這樣子玩是不是 遠一點 遠一點 我不是殺手 確定 對 我不是殺手 放 什麼 好可怕 好玩嗎 胸口啦 胸口啦 這麼好玩嗎 胸口 我的天啊 我臉真的有點麻麻的 再拉 不要拉那麼遠 真的 真的不要拉那麼遠 其實我手沒有被靠住 你知道嗎 拜託 不行啦 靠住 試試殺手 我真的不是殺手 我只覺得很好奇 能玩到這個地方而已 你真的很想玩是不是 要再遠一點 不要 超可怕 1 2 3 不要...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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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很智慧票價 我從來被人玩到這一關 好酷喔 你真的有被靠狂嗎 白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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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要不要直接承認你是殺手 旋轉型的 這個下去不得了囉 我真的不是殺手 其實我只是想玩這一關 我不是 我不是殺手 我不是你們錯殺人的 快 警察蔣偉文 每次上節目 都是第一個先被殺掉的人 這一次好不容易玩到第二天 當然自個奮勇 跑去行球 還把行球室當成遊樂場 不過話說回來 自願去行球室的高招 也能避免你被正義方 懷疑是殺手的身分啊 我覺得 兇手 殺手 應該有可能是艾力克斯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我很想玩下一關 所以他真的特別不殺我 他也是有可能的 他總是做一個好事你知道嗎 他留著你 這個也許是對的 我果想殺你 你知道嗎 假如我是殺手 然後另外一個殺手 我們比不一樣 我說NO 就是他 我一定不讓他玩的 我就是表演開 有那種樂趣你知道嗎 而且在過程當中 小朋友 我兒子都比他大 你知道嗎 艾力克斯都後悔啊 幹嘛跟他再一個團體過 對 讓人家把他一擺在一起 就覺得他的市場 也很低的感覺 知道我的痛了 所以我最痛就是 馬路上有人說 蔣偉文 好 那接下來呢 還是要請各位 再做一次投票 認真... 這一次 要以蔣偉文開始 因為他剛才是票數最高 要進去行求 是 你覺得 經過他剛剛那一陣喜笑 他這麼開心享受行求以後 你還是覺得 他是殺手的話 我要請你投票舉手 因為票數最高的人 就要出局 但小城那去了 你還是覺得 姜偉文是殺手 根本沒有資格坐在這 也不要讓他再玩下一關的 請舉手 沒有耶 有一隻鬼啊 那個鬼不是暗示我 因為那邊我已經去過了 你知道嗎 我不小心那邊 不要投我 沒有人覺得他是殺手 OK 好 接下來一定有一個人票數最高 要出局是殺手 你覺得柳妍是殺手的請舉手 零 好 剛才George有兩票 你覺得George是殺手的請舉手 那不用啦 來 請放下 那就不用啦 五票 那就不用啦 OK 好 我現在知道了 我知道了 George 你現在是誰 我現在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 我知道了 因為我跟你講 我的身分太適合進去那裡了 我知道了 我剛從 我本來還有一點懷疑 我現在知道誰是誰了 很好 很好 你可以說 很好 我不要 你可以說 很好 是誰啊 帶走 平民張兆志 在投票過後 趁著出局 使得正義方 又少了一名成員 而他堅持 不透露殺手的身分 這對案情陷入了膠著之中 每一個人做的每個動作 都有特別的玄機在裡頭 我不是殺手 我 等一下柳妍 把那個拍機往後面拍 我不知道 幹嘛 好 來 準備進行下一輪 一定有一個殺手 他還覺得是我嗎 有一個警察在這 他還覺得是我 來 天黑請閉眼 我知道是誰啊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有鬼跟你講嗎 我看到了 有鬼 你要不要 好 算了 我等一下再講 來 先講 先殺手 來 天黑請閉眼 殺手現身請睜眼 殺手請殺人 殺手確認 因為陳志強太能演了 而且我覺得如果不殺他 他一定會說出我 或者說佩佩是殺手 因為他一定笃定說 我已經知道這是殺手了 那當然要殺他了 一開始的時候啊 如果就先殺艾力克斯 或者是先殺那個蔣瑋文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太明顯了 所以 殺陳志強是最好的選擇 殺手請閉眼 警察現身請睜眼 警察請指認 兩位殺手確定殺害 數大招鋒的警察陳志強 而他能夠在最後一個晚上 和蔣瑋文指認出 另外一位殺手六言嗎 我覺得 我跟你講 但是我不會殺他 他露嘴 他剛剛說我不會殺他 對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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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來了 你出來了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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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你注意看 你們三個都很興奮吧 阿翔 他已經抓到了 他一點都不興奮 阿翔 沒有興奮 救出來了 殺手大意走落風聲 使得鄭義芳士氣大爭 天黑請閉眼 第二天已經有兩位平民死亡 而案情越來越白熱化 殺手即將呼之欲出 警察請指認 警察請確認 警察請閉眼 天亮請閉眼 你知道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殺手是誰好不好 好 王思佳 為什麼 因為剛剛小鬼哥一講說 天黑請閉眼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閉眼 因為他準備馬上殺手要閉眼 所以他毫不考慮的馬上閉眼 他不用去觀察任何人的表情 他搞不好是真的累 你可能是你覺得我這個分析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 真的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你先聽我講 我在聽啊 你先聽我講 你先不要插嘴 你快點講話好不好 你先不要 我跟你講 剛剛小鬼哥一說 天黑請閉眼 因為如果你是殺手的話 你根本不用去看 別人的表情 察言觀色 你就直接閉眼 因為我已經想好 我待會要殺誰 因為他已經 剛剛已經 就是知道說 誰的 這個 談吐之間 露出了線索 他可能是檢查 所以他已經準備好了 天黑請閉眼 所有人都沒閉眼喔 我都在看喔 他第一個 閉眼 連這個細節都關他了 那可以換我講了嗎 來 最好笑的是 當你說我是殺手的時候 真正的殺手 他現在就冷笑說 你這個白癡 對 他根本就是洪哥的接班人 洪哥的接班人 我跟你講 我上一集人家 他們兩個也是這樣講我 但是我後來是非常地準確 只認出沒一個警察殺手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這一次可能會 沒有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一直讓那個 陳志強一直不斷地 不斷地講 因為人家有一句話說 人之將死其妍也難 你怎麼說 你必須要讓他不斷地 不斷地講 有很多怨言都講完 才不會有冤魂 陳志強 你被殺了 什麼啊 你被幹掉了 他被幹掉了 鐵口之斷 你看喔 現在在講話的人 都有可能喔 再抓 這三個都在講 我進入第三關了 他不是 白癡 艾克斯 你怎麼會跟這樣子 好笑喔 真的好笑喔 謝謝喔 我認識他十年 是他最好笑的一次 很開心 講到那時候 我們在三面圖室 他這麼好笑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繼續上節目了 就是因為他不好笑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根本不是高手耶 我一直在那邊演一大堆戲 他們根本沒有看在眼裡啊 真的 所以你想演什麼 你到底想演的戲嘛 對啊 你到底想演什麼 垂死的掙扎 你們兩個懂吧 不懂 你沒有想到 戲好煩喔 我真的被殺啊 真的啊 死神就在你後面了 我剛剛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你最後有一段怡言 你可以告訴大家 講一個 你覺得殺手是誰 對 以你天眼通 觀若鷹 好啦 我跟你講啦 我剛剛都是在演 我講真的 好累喔 超累的你知道嗎 好 我現在要開始分析喔 你仔細聽喔 觀眾朋友仔細聽喔 講一個殺手 剛剛其實我說 他是警察 是殺手 其實我都是在演 希望來混淆殺手的這個 所以他又不是警察 也不是殺手 他不是警察 他也不是殺手 好 因為他從頭到尾 他敢把他的牌拿起來 給George看 對 應該就是 那George不能說話 那OK 那但是我 我能夠了解他的想法 那江偉文呢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笨蛋 在那邊耍罰的 不在乎他 他應該也不是殺手 殺手是這兩位 好 你最後一言就是這一句 殺手真的是這兩位 好 就是柳妍跟佩佩 你覺得就是 真的是他們兩位 好 然後可以進去 洪哥 我跟你講 我可以進去 但是你們待會兒一定 把他揪出來 不要讓他們逍遙法外 聽到沒 警察 警察 剛才那些都算線索 在這一輪還是要經過投票 投出一位票出最高的殺手 佩佩 你覺得是誰 我這邊好冷清喔 我覺得每人都不成功耶 對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耶 我覺得是 厲害 有言或 太厲害了吧 或者是 或者是 柳妍其中一個 完了 加油 你要反駁 加油 你要反駁 我一直認為是柳妍 可是剛剛志強走的時候 我覺得他講得有一點道理 終於有一點道理了 終於 我從頭到尾才講得 很有道理啊 你看那個優零 柳妍是最安靜的吧 然後佩佩一直在裝傻 他是裝傻的 他一直在裝傻 他都把我的心聲給休息 我認為世家是警察 然後 怎樣 江維文搞不好也是警察 他真的是幸運兼有角色 太快了 然後 我現在講得搞不好是 兩個警察 兩個殺手都在 然後只有我一個平民 所以你覺得他們是殺手 應該是志強剛剛講的 搞不好只有這兩位 思佳 你覺得誰是殺手 我覺得柳妍是殺手 為什麼 因為呢 現在就像愛麗克斯講的 就是兩個警察 兩個殺手 只有一個是平民 大家在搶當那個平民 但只有我知道誰是平民 所以我自己就是 OK 那你根本來為什麼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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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根本來講的話 就是讓我覺得 我 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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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兩個交換就知道 是不是 你敢開啊 平民啊 沒有到 開啊 我發自 我是平民開啊 我開是平民 我們兩個都是平民啊 你這個殺手 我殺手 現在我是殺手 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職業就是 兩個殺手 只有我是平民 我才是平民啦 你們只有這一個平民就是我 你們不要在職業 就是我 你們不要在職業 怎麼會以為 只有我這一個平民 想平民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警察 你就是警察 我是平民就好 你很平民 才是我們到最後 我的天啊 這個公司就讓我們猜好不好 好 來 詩佳 我是工具 等一下 你們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讓講尾文 你這樣玩到下一關 不要這樣子 我跟他在想說 我好好享受那一關 我都完全沒有講話 我好好享受這個時刻 你知道嗎 好不容易 要現在 來...你覺得誰是殺手 我一開始覺得是佩佩 對 但是我覺得 怎麼可能這一邊 全部被清空呢 怎麼有這種可能性呢 唯一的可能性是其中一個 殺手就在那邊 而且我認為 我認為兩個殺手都還存在 所以如果兩個殺手都在的話 沒有可能那邊 我跟妳講 你要搗戰他們的觀念 你不能亂講 不要搗戰他們的觀念 不要搗戰他們的觀念 他們兩個就是殺手 他們兩個 兩個是 這個門不是我的 所以你覺得 殺手 我覺得 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有一個殺手 但是那邊絕對是 柳園是殺手 柳園 你覺得誰是殺手 我覺得 我跟你講 為什麼 但是我不會殺他 但是你不會殺我 對 他剛剛一開始不就說 他如果是殺手不殺你 他就說到殺手了啊 他露嘴 他剛剛說我不會殺你 他就是 很厲害 你不會殺 你不來耶 而且還好耶 而且你注意看 你們三個都很興奮 把他給他去抓 他已經被不興奮 他已經被他 揪出來了 我要跟他給你一分 給你一分 很明顯 可以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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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我們可以通過了 不行 快 反應過來耶 我整個還沒有反應過來 沒有 他在講什麼耶 沒有 你真的沒有那麼笨 你也是... 直接投票 五票 怎麼這樣 一個一個來 每人只有一票 好興奮 你覺得柳妍是殺手的 請舉手 一次只能出舉一個 你好... 好害怕 你們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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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妍再投 還好 是你嗎 你反正都殺了 無所謂啊 那就是他了 他還在講話 一開始柳妍 他還在講話 柳妍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他有看過我那一集 對 所以他就殺了他 接下來就剩四位 記住北個人的角色 我們一定會進入下一輪 就是一定會進他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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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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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害怕的話 你直接先殺他 因為我不讓他快樂 不要讓他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關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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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害怕 來... 害怕 好 來 接下來 你死了 要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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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殺我一關 艾琳可是你是殺手 OK 好 來 我們打算介護下一輪 我是殺手 我是一個白癡的平民今天 相信我 好可怕 來,KV請閉眼 張開眼睛 殺手先生請睜眼 你好... 他張開了嗎 他張開了嗎 是他 是他 殺手佩佩 在正義方的重威之下 做最後的困獸之鬥 他會在關鍵的今晚 殺死警察蔣偉文 而結束遊戲嗎 我不是殺手 全台灣都會看你做這個決定 王思佳 我跟你發現 我不是殺手 全台灣都在看你做這個名字的決定 我屁力很爛 看你會不會被騙 我逗你了 你有沒有可能被這個女生騙 你的社會利益這麼多 等一下 很難選耶 你現在知道平民有多重要了 我覺得很相信 誰 王思佳關鍵的投票 作用遊戲的結局 MUNtwo 他 天啊 艾力克斯真的太吵了 而且他講話很有力 他就像一個大哥一樣 他一發號失靈 所有的那些都聽它的 如果他說我是殺手 大家不是都聽他的嗎 那怎麼行 一定要把他殺掉 他真的太可怕了 一定要把我的頭號殺 頭號敵人給先殺掉才行 殺手 請閉眼 警察先生 請睜眼 警察 請指認 警察 請閉眼 天亮 請睜眼 請閉眼 誰走了... 我以為我玩到下一關 我以為我玩到下一關 埃莉克斯 他不是殺手 為什麼埃莉克斯被殺了 我要造高低的是 我第一次贏過埃莉克斯 我跟你講 他才是殺手 他才是殺手 你才是 對 我是殺手 還剩下三位喔 You piece of shit 你們是殺手 換兩個人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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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拜託他 你可以拜託他走 沒關係 好啦 大家要比拚一拳 好啦 我走 走 好好走 怎麼可能 最後這三個 為什麼要殺我 斯嘉 冷靜 你們要想清楚 所有可能的核重連橫 你現在腦子裡是有意思 你們有三位 什麼組合都有可能 包括殺手 包括平民 包括警察 好 最後 討論 投票 誰是殺手 票數最高的人就要出局 對 貝貝 你覺得誰是殺手 好難堅定喔 好 我覺得 誰 張偉文 家康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王思嘉 比較有一點正義的感覺 然後他今天有 他比較有一點正義的感覺 我覺得張偉文今天好像 有一點點欲蓋迷彰 就是表現的 妳覺得他故意在裝風邁響 有可能 然後每一關 那我又過關了 對 然後他覺得一直這樣 平破千雲的跑來這裡 好 思嘉 妳覺得誰是殺手 妳覺得妳很重要 很重要 他們兩個人都很需要我這一票 那妳覺得妳這一票 會倒向誰 妳會覺得誰是殺手 誰 妳 他剛剛不說我 是因為他想拉攏我 他需要我 因為現在很奇怪的是 他有可能是殺手 他很有可能是殺手 不然他不會做到現在 對 可是 就是你知道 想要那種一票玩到底 他好可憐 他差不多就是殺手 但如果他是警察的話 他也太不像了 我就直接先問 你覺得 思嘉是殺手的 請舉手 他們不會選我的 沒有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 佩佩 加哥 兩個人會覺得 妳需要看思嘉 思嘉這一票 無所謂 思嘉 我就直接問你 你直接告訴大家 你覺得殺手是誰 妳分的也是平民啊 妳覺得我是平民 妳還說我是殺手 我給妳兩個就是平民 想清楚王思嘉 來 思嘉 佩佩 加哥 你怎麼會殺我呢 誰是殺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不是殺手 加哥 你怎麼會殺我呢 不是 是殺手 不是 是殺手 你說呢 三秒 兩秒 對 一秒 王思嘉 給我答案 好啦 我知道 誰 Don't be stupid 很難選耶 你現在知道平民有多重要了 誰 誰 一定要有一個 你不可以 我說真的 你看 現在返回還來得及 我跟妳說真的 妳真的不是殺手 不是 我發誓 我不是殺手 全台灣都在看妳做這個決定 王思嘉 我跟妳發誓 我不是殺手 全台灣都在看妳做這個 名字的決定 我記憶力很爛 看妳會不會被騙 夠妳了 妳有沒有可能被這個女生騙 她的天使臉口 有沒有可能騙到妳 她身經百戰 妳的社會力量這麼多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樣 她好吵 我好想殺她 妳覺得嗎 妳可以啊 妳有權利啊 好 來 十佳 幫我回家 我們不能趕了 真的要哭 我們不能趕了喔 確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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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腿好痠喔 三 二 一 JACKO JACKO 亮牌 You are so stupid C 給妳這麼多次選擇 我以為妳會做名字的決定 現在全台灣人都看見了 我要思嘉選錯了 等一下 我以後是沒朋友了 佩佩 亮牌 沒朋友了 殺手 思嘉 亮牌 為什麼要那麼吵了 我就要殺到妳這邊的講話 我可憐 妳剛才在最後剩下妳 艾麗克斯 思嘉 JACKO的時候 妳最後在殺人的時候 妳為什麼選擇殺艾麗克斯 妳怎麼會殺我呢 因為我覺得艾麗克斯講話很有力 他會叫其他的人一起來殺我 我就只覺得 一定要把艾麗克斯給幹掉 才可以 妳幹掉他幹嘛 他從頭到尾就跟我一樣 我也在亮牌 是明明的 你又叫他幹什麼 所以她是跟妳弄 一定先殺妳了 太這樣了 我保證 不管是誰 先殺妳 先殺妳 不玩 不讓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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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玩一次 再玩一次 不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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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那邊婚禮要上甜湯 我可以走了嗎 好 來 我們再一次恭喜佩佩 能夠參加我們的 武專長今天挑戰賽 最後的結局 竟然是好人死光光 並沒有符合社會的正常期待 殺手佩佩 果然是高人欲等啊 天黑請閉眼 獎金挑戰賽 記憶力大考驗 挑戰者必須在五秒的時間內 記清楚十六公格的每一張圖 在遊戲進行當中 翻出兩張相同的圖形 然後配對成功 沒答錯一題 獎金則會掉落一次 只要你能夠通過殘酷記憶大考驗 你就能夠把獎金帶回家 好 那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只能說上天明明自由安排 有這麼多的高手在那兒 結果最後呢 還是最狠的殺手出現了 而且我們今天的十六公格 也是因為今天是高手頂尖對決 所以這個當然是要為高手設計 在這幾位裡面 艾力克斯曾經拿過七萬五的獎金 對 思佳曾經十六公格全部都翻出來 完全沒有錯 結果沒想到竟然是佩佩 跳出來參加今天的獎金挑戰賽 我後尾巴被殺掉了 來不及了 我現在就是要殺你 你後尾巴是誰 你後尾巴 還在透屁 因為那十六公格就是我們幾個人的臉 好 來 展身 解釋 來 欣雅翻拍 這應該讓我們來抽 好 這個三個人都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 超難 我看一下 你們心裡是不是那種 有那種惡有惡爆的感覺 有 可是她讀過讀心術耶 真的嗎 但是她要讀的是記憶術才對 來 佩佩 準備囉 轉身就開始計時囉 好難喔 來 轉身 計時開始 5 4 3 2 1 好 來 時間到 轉身 佩佩 轉身 我聽忘了 我聽忘了 今天你一定要想辦法拿到一點獎金 因為這一集 你又丟掉了一些朋友 然後從以後 你再來參加 大概所有人都會第一個 就先把你也殺掉 對 就算你拿到殺手 別人拿到殺手 第一個也想要把你殺掉 所以趕快把握這次拿獎金的機會 好 一分鐘以內 如果沒有全部翻開也沒有獎金喔 加油 準備好沒 準備好了 一分鐘 計時開始 加油 錯 第一組錯 三組按掉 不一樣 第一個就錯了 他好像喔 長得太像了這個 第二組錯 好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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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好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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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秒 錯 你都是翻出半眼跟全眼的耶 對 二十秒囉 是二十秒 剛剛是哪一個 快是二十秒 錯 錯 十秒 八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我剛剛飛過了 去練啦 錯 練到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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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從來沒有這麼送歡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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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不是說你讀過 有別的東西是數 你先去找陳俊生 學記憶吧你 好 那我一千耶 全然全都要 OK 今天遊戲好玩嗎 好 非常好玩 對 OK 好 今天非常謝謝所有來賓的參加 也非常謝謝所有觀眾朋友 謝謝 今天今天 下次見 拜拜 拜拜